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682章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你身体中的毒素积累的太多 我开些方子 话语清毒 然后补慎填经 半个月以后 你就会恢复正常 不过这半个月内 禁欲 叶浩轩一边说 一边回复到会议桌前 他拿出纸盒笔 写出了一个方子 然后交给了云明轩 谢谢 谢谢 云明轩如获至宝一般的 把方子收好 多谢医生 三天之内 我将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把今天的决定公布于是 然后会拟好合同 杨倩将持有杨氏集团50%的股份 云长天道 那好 我保证 杨氏集团在整个江浙 将会是一个巨无霸一般的存在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你这个孙女的能力 也不会让你失望的 云长天苦笑道 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医生 真是吓得一手好奇啊 多谢夸奖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谁也没有料到 云家的这场会议 竟然是最后一次会议 之后云氏集团更为杨氏集团 所造成的震动 整个江浙都为之震惊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云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之后有些小道消息传了出来 外界才明白 原来云家发生了如此异常巨大的地震 杨氏集团合并之前苏家的产业 在江南的地位再也无法动摇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当然 叶浩轩在小小一个江浙 憋屈了这么久 有些人的账 他还是要算一算的 王明祥的那家高端会所里面 依旧是灯火通明 作为将这几个最大的不业城之一 这个地方的繁华注定是其他人无法想象的 王明祥已经窝在会所的办公室里 一连数天没有出头了 他有些失魂落魄的一杯一杯喝这酒 平时喜欢和女人调情的他 面对自己身边那个双腿修长的女人 愣是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 王少 你今天已经喝得够多了 不能再喝了 女人接过了他手中的空杯子 嗲声嗲气的说 要不 滚 王明祥双眼赤红的吐出一个字 王少 女人愣了愣 在他印象里 王明祥还从来没有这样过 他数天没修蝙蝠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落脖 而且这几天他一直在喝酒 混身上下饭这酒气 他和天桥下的流浪汉都有一拼 在他的印象里 王明祥一直都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 再加上他是江浙三大世家之一的掌舵人 所以他表面的形象一直都维持得很好 像他这么失魂落魄的时候 还真的少见 我说了 滚 王明祥双眼赤红 他冷冷地扫了女人一眼道 我不想重复第三次 我走 我马上走 女人这才回过神来 他匆匆忙忙地掩上了门 然后离开 王明祥又为自己倒上了一杯酒 端起来一饮而尽 然后他突然举起手中的杯子 重重地砸到了地上 他觉得 自己马上就要一无所有了 因为他站错了队 他现在真的有些后悔 为什么当初不和叶浩轩好好合作 他明明知道叶浩轩是什么人物 可是他偏偏怎么就相信了苏冰云那个贱女人的话 王家和苏家 本来主不是势不两立的 可是 他为什么要这么贱 他为什么不好好和叶浩轩合作 现在苏家倒台 云家改姓 他王家想安稳地度过 可能吗 就在这个时候 门口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滚 别来烦我 王明祥心情烦闷之极 他现在任何人都不想见 因为他不知道王家在江浙 到底还能走多远 呵呵 王少的脾气挺大啊 门一开 叶浩轩走了进来 似笑非笑的他让王明祥悚然一惊 他身子猛地一抖 惊骇地看着门口 叶 叶少 王明祥有些惊恐地看着门口的叶浩轩 他的手不自由主地发抖了起来 这个男人现在江浙的名声 恐怕没有人会不知道 江浙的上流社会圈子与其他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个男人一来就能将这个局给打乱 他的能力 他的背景 是十分可怕的 现在江南几大世家 云家改姓 苏家彻底地消失 现在轮到他了 王明祥现在很后悔 他后悔当初自己畏首畏尾 只想在身后剪现成的 他也后悔自己和叶浩轩合作之败之后 直接找上苏宾云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他或许会没事 王家或许也会没事 怎么样 不请我喝一杯吗 叶浩轩笑了笑 他盯着王明祥道 王少躲在这里几天也不出去 你在躲什么 或者说你在怕什么 呵呵 现在苏家倒台 外面大把的人摩拳擦掌 想分上一杯羹 以你贪婪的性格 这个时候应该上去横插一手才对啊 可是你躲在这里 做缩头乌龟 这又是干什么 叶少 王明祥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他瑟瑟发抖地痛哭道 叶少 是我不对 是我混蛋 你饶了我吧 我不敢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做您的狗 您在江浙的产业 还需要有人来撑场子 我做你的狗好不好 想做我的狗 你也要有这个资格才行啊 叶浩轩冷笑一声道 可是我看不出来你哪里有做狗的资格 是因为你姓王 还是因为你长得帅 叶浩轩突然猛的一耳光抽了过来 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响起 王明祥身子剧烈的一阵 他仰厚便道 叶浩轩这一巴掌 丝毫不留情 他把王明祥抽得整个人都飞了起来 砸翻了一堆的茶几 这才滚落到了地上 叶少 您揍我 您可以狠狠地揍我 只要您能消气 能消气就好 五明祥的半边脸肿了起来 但他还是努力地挤出一丝笑意 他趴到叶浩轩的身边 像条死狗一样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垃圾的人呢 叶浩轩有些无语地说 说真的 见到你这种程度的人 还真的有些少见啊 叶少您说得对 您可以尽情地打骂 不用给我留面子 我受得鸟 我忍得住 王明祥趴到叶浩轩跟前一动也不敢动 不打了 怕葬了手 叶浩轩扯过一条纸巾 在自己的手上擦拭了一下 然后丢到了地上 他淡淡地说 你知道现在该怎么做吗 我 我听叶少的 叶少让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王明祥战战兢兢地说 云倩 不 现在应该叫做云倩 他现在要收购你们王氏50%的股份 叶浩轩道 当然 也不会让你吃亏 他出的价完全是市场价 你觉得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考虑 不不 不用考虑 我卖 我卖 王明祥连连点头 真的吗 你知道你卖了你们公司50%的股份 这意味着什么吗 叶浩轩笑了 以后王氏 你说了 可就不算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叶少 我这个人 没有别的长处 唯一的优点 就是实时务 我想活着 王明祥认真地说 股份再多 但如果我没有命花 也是没有用的 我卖 呵呵 果然 你是个实时务的人 叶浩轩笑了笑 他拍拍王明祥的肩膀道 钱先欠着 等分红的时候 从股份里扣就是了 是是 可以可以 王明祥连连点头 虽然叶浩轩的做法 等于说是空手套白狼 但王明祥还是一点都不敢反驳 现在的江浙 已经不是过去的江浙了 如果他再执迷不悟 恐怕以后整个江浙都没有他的立足之处了 年尾 越来越近了 再有十多天 一年就结束了 现在每个地方都有一股浓浓的年尾 有些人已经开始置办些年货了 尤其是一些比较小的居民区 已经摆满了过年时 必须的对联等东西 一切都结束了 大街上 杨倩挽着叶浩轩的手臂 在路上散步 叶浩轩有些不习惯 他和杨倩 真的没有到那一步 他苦笑道 你这样 别人会误会我们的关系的 谁误会 萧娘娘吗 杨倩白了叶浩轩一眼道 我可清楚 萧娘娘对这些事情不过问的 除非是正宫 可 可你这样 真的有些不太合适 叶浩轩无语地说 我当这云家人的面 宣布你是我男人 云家现在已经开过新闻发布会 宣布云市集团 正式更名为杨市集团 他们之所以这么痛快 都是因为你的缘故 杨倩道 你现在说你不是我男人 他们会不会后悔死 我确实不是你男人 我只是为了配合你演一场戏 叶浩轩苦笑道 现在戏演完了 难道你就不想假戏真做一次吗 杨倩有些恼怒地说 我可是听说 你和你家正宫娘娘 就是假戏真做啊 那时候的你 嘖嘖 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子 竟然敢叫陈家家主岳父 你的自信心是哪里来的 我 叶浩轩苦笑道 我那时候是出生牛犊 不怕虎 现在想想挺后怕的 你叫陈家宝与 不怕虎 我先叫陈家宝与 我但是你不怕虎